好了 我们的车手也在做最后阶段的调整 目前一博已经从我们的休息区 准备征战到赛场上 目前正在整理自己的头盔 以及赛车服 为出车前做最后的调整准备 不光是我们的赛车 一博的这身赛车服 昨天也是备受关注 特别是当大家看到一波帅气的摘下头盔的时候 而我们这套独家定制的赛车服 Eviso为其独家定制的赛车服 整套服装也是搭配了Eviso经典的牛仔布纹 以及品牌标志性的海鸥标识 和多口袋的这样一个设计 今天依旧是信心满满的出现在我们的镜头前 出现在我们的直播画面当中 目前正在和我们车队的工程师 白补格类教练 车队的工程师 在做深入的交流 这个时候车队还有更多的点 要交代给即将出场的一博 而一博也在有条不紊的准备当中 一博的出现 也让在现场 燃起了现场等待的各位粉丝的 呐喊声 已经来到了车上 正是一博驾驶的这辆昨天Eviso提供到的85号战车 代表Ono Racing车队获得了GT3系列赛珠海战的亚军 很多朋友也会好奇说GT3这样一个组别的比赛 含金量高吗 我们目前知道的国际棋联的三大顶级赛事 F1就是世界一级方程师锦标赛 还有世界汽车拉力锦标赛 以及国际棋联GT世界杯的锦标赛 这是三大赛事 而FIA的GT大奖赛是超级跑车的系列赛 GT赛车要求产量的跑车所打造 而其中于2016年在中国设立的 China GT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中 分为了GT3 GTC和GT4三大组别 而王一博所获得的亚军的GT3组别 则是各组当中最为专业要求最高的组别 如果我们举个形象且类似的例子来说 一博这次获得的珠海战GT3的亚军 含金量还是挺高的 如果我们拿熟知的比赛级别来说 相当于是拥挤标赛在全国获得了某一战的亚军 所以说对于第一次出征的赛车手 能在赛场上取得这样一个成绩 而且是和赛道上经验老道的各组的车手竞相追逐的情况下 还能保住第二的位置已经实属不易 目前距离进入到我们的发车格发车呢 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 一博的战车也从 也在我们车队工作人员的包装下来到了我们的维修车间 稍后的话将会进行出厂圈 这个时候的话车手也要去适应车今天的状态和节奏 包括适应天气状况 包括适应路面状况 还有对轮胎的暖胎 我们的方教练也是非常耐心和细心的 在一博的旁边 刚才也是给予了很多的上的一个指导 其实这个层面上 这个时间段更多的是在心态上 因为一博今天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在出赛阶段 前一棒上一定要先稳下来 一定要先稳下来 而对于第一次在职业赛展上发车的一博 今天也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学习机会 作为第六位次发车 首先我们尽量保证 保住自己的位置 再次我们也可以熟悉 前方车辆进弯尺的一个路线 同时还要保持好自己的一个比赛节奏 以及对比赛的理解能力 阅读能力 好的 一博也即将发车 它将把车使出维修车间 维修通道 出现在我们的赛道上 再次出征 85号好运 这是我们目前看到官方给出的直播信号 相对于我们的直播信号的话 有可能会有十几秒 几十秒的一个延迟状态 我们再次领略一下一博发车时的瞬间 而我们接下来将会进行赛前的暖胎工作 今天我们的维修车间内确实也备受关注 工作人员 媒体朋友 来的人聚焦的也不少 而对于赛车这项运动而言 确实也需要像一博这样有勇气的来加入我们 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到赛车竞技的这项运动当中 就像昨天很多朋友讲的一样 都是第一次看赛事的直播 比赛的直播 大家在欣赏一波精彩表现的同时 也逐渐热爱上的这样一项运动 目前85号站出上已经持绳在赛道上 进行出场圈的准备 我们下车的准备 而今天第二回合的正赛呢 也是一波的第二场的7-3的赛车比赛了 当然今天在车队制定战略上的话 肯定和昨天因为车手为此发生的变化 所布置的战略内容肯定也会相应的做出调整 那昨天呢就会要求一波在保证安全完赛的情况下 然后呢保持好一个更为比较有精进力的成绩 而今天对一波来说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稳 我们需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把车保持好自己的比赛节奏 安全的交给我们第二帮的方教练 这是在我们围场面上 大家都在热情的等待着比赛的开始 相信各位和我们一样 此刻呢又到了紧张的 投入到紧张的心绪当中 我们下车的心绪当中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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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